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输给韩国队苦吞了三连败 那么行政院长林全呢 在行政院会上指示了教育部要在两个院里头来进行检讨 根据了解新任的体育署长林德福 打算推出了重大的病格 要加国家队的祖训赛全权交给中华职棒 不过呢棒协希望等新署长上任之后 好好共通再做协调 我已经六十几回了 我今天我回到体育界 我将贡献我的医生在这里 曾任体委会主委的新任体育署长林德福回锅走马上任 誓言全力奉献体育 不过体坛当今最烫手山芋救赎棒球这件事 中华队历经经典赛三连败 兵败首尔后棒协遭猛烈炮轰 检讨声浪不断 尤其棒协中职间的心结问题再度扶上台面 也让体育署决定出招 主训赛要一元化 那是不是就把这个主训赛的所有的工作 就交给中职来负责 这个是三方都有这样的共识 要求国家最强棒球队林德福宣布 未来国家队的主训赛也就是组成训练和比赛 全权交给中华职棒负责 将来像是经典赛 试棒十二强赛奥运等重要国际赛事 都有中职负责 甚至可能找外籍教练来训练 教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也跟他们谈过说 总教练也不能说一次赛会 然后就挑一次 他应该是要有一个认取制的 像国外的这样CEO的这样的概念 对国家队组成信誓旦旦 愿景满满 不过台湾体坛环境制度长期不公 除了棒鞋 各项体育协会也成为众矢之地 整个体育界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这个国民体育法上面 也有对协会矫枉过正的部分 不要因为受到网民的影响 就是说这一个像一个谢淑薇 然后就是棒球打输的 就是棒鞋不对 要社会大众不要矫枉过正 而这次体育署出面协商 棒鞋让出国际赛事主导权 是否能真的终止恶斗 推出最强国家队 全力争取荣耀 也成为球迷 关注焦点 关于新闻 廖文璞刘亦如 台北报导